你知道鬼是怎么骗你为他打开结界的吗? 经上说,人看水是水,鱼看水是家,天人看水是流离地,鬼看水是火坑,皆因众生夜感不同所致。 所以在我们看来普通的东西,在鬼看来可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。 这就像是结界。 可有些机灵鬼会利用人类为他们打开结界。 宋代临川有个巫师,因擅长驱鬼闻名相礼,但也与许多鬼结下冤仇。 只是苦于有结界,这些鬼无法轻易接近他,不能下手。 有两个机灵鬼,他们假扮成异乡人的样子,显身让别人看到,他们扛着东西在路上行走。 因为结界的缘故,路上勾勾扛侃,水深路滑,他们又得扛着东西,又得手提衣裳,走得东倒西歪,举步为奸。 这时,有个农夫看到他们,觉得很滑稽,就问, 嘿,你们干嘛呢? 两个鬼说,哎,水深路滑,到处都是坑,我们要赶路,真是急死个人。 农夫哈哈大笑,说,这明明是好好的平地,哪里有水呢? 这时,结界就打开了,两个鬼向农夫道谢说, 哎呀,我们老眼昏花,全靠你为我们指点,然后就开开心心地奔巫师家去了。 他们谎称是来向巫师送礼道谢,巫师家人没了防备,将他们请入家中, 就在叫巫师出来见客的功夫,两个鬼就隐身不见了,巫师知道大事不好, 正要交代后事,就觉得被人从背后重重一击,扑倒在地,口水凝结在喉中,死掉了。